最近有三大項要注意 比如說第一個零利率 這什麼叫零利率呢 就是說我們現在去 很多賣場在消費 比如說我今天消費假設3萬塊 它就會有一個零利率分期付款 現在很多網購也有 對 網購也有 網購有期啊 三期 對… 對 那很多人一看就說 我3萬塊我可以分三期 零利率嘛 那我可以延緩2萬塊 下一次再付嘛 可是大家要小心喔 因為這個所謂的零利率 它可能牽涉到 它有所謂的開辦費 它可能會給你收一筆開辦費 開辦費 要不然就是說 它會希望你要刷到某個金額以上 你才可以使用這個零利率 對 還有或者是說 它會要求你事先要先去上網 登錄你的信用卡卡號之後 這樣你才可以使用這個零利率 是 那有的人他不曉得 他可能在賣場看到 然後他就拿那張卡去刷 就發現說他的這個 可能沒有適用到 這個零利率的這個氛圍當中 所以這個是小陷阱要注意 是 然後還有人看到這個高現金回饋 因為一般的現金回饋 它在回饋的比例大概是 回饋大概都23塊 49塊那種 可是它給到你2% 甚至有給到6%的 6% 有… 大家會覺得很高興 這樣我就有6% 比存在銀行還好賺 其實不是 收到越多賺越多 它第一個它有等級限制 就是你要收到一個很高的金額 它可能給你回饋 對 要不然就是說 它可能 它沒有辦法給你回饋太多 要小心的是說 它的計算方式 有的是以你上一期的 賬單的未繳那的金額 的這個幅度來算 這個百分之可能2到6 可是你想想看 你如果前期未繳 你就要繳15%左右的循環利息 然後它也不過就是 再還給你2到6% 那根本不是我們賺的 它只是少賺我們一點錢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高現金回饋 也是要注意一下 然後剛剛那個小柔有講到 這個國內刷卡 要付國外手續費 這是現在很多人都遇到的問題 尤其是很多年輕朋友 在訂這個廉價航空 它上面的報價可能是台幣 可是它刷完之後 可能它刷3萬塊 可是後面賬單來 就多了一筆 這個國外的交易手續費 這個手續費可能是 1.5%到2%之間 所以這是國外的 在國外的網站刷嗎 它是在國內的網站刷 國內網站 但是那公司是國外的 或者是它的清算銀行在國外 你就必須去繳這一筆的費用 但是現在有一些信用卡 它會說它會獲免 這個海外的交易手續費 但是它就是特定某些卡才有 或者是它規定你去國外消費的時候 要拔到哪一個程度 對 或者是叫你用台幣 台幣去付錢 對 可是用台幣寄費 可是其實並不一定滑算 沒有什麼匯率的問題 對 或者是它 你要先上網登錄之後才可以 請一下意圖 國內總花卡數 聽說已經超過6000萬張 也就是說平均我們每一個人 是兩張以上 如果說因為信用卡已經變成塑膠貨幣 你說不刷不行 怎麼刷才能夠省最大 不一定要辦很多卡 因為你這樣會分散你的一些優惠 你可以把它整理成兩大類 第一大類專門就是在集點數 然後集這個里程數的 就是一類 另外一類就是在於 多元的優惠方面的 就是用來現金回饋 加油 停車 加油 加油卡 就是專門賺這個優惠的 你把它整理這兩大類 然後精簡下來 不要太多集中管理這樣子 另外第二就是說 如果你可以做到就是 下一個月都是可以如期的繳納 全額的繳納的狀況下的話 你就盡量能刷就刷 比如說出去請客 或者是任何可以用信用卡的方式 就盡量去刷卡來集點數 所以你看我們不聊真的不知道 聊了才知道說 在我們生活當中 原來無形的小偷 真的還挺多的 所以像我現在 我們今天就是聊完了這一集之後 我馬上回家 就要先把社群網站上的那個簡訊 還要 對不對 然後把所有的帳單拿出來 銀行要翻的 對 帳單拿出來檢視一下 不懂的就畫紅筆 然後打電話申訴 該檢查的檢查 該檢調的就把它檢調 對 好好的捍衛我們的荷包 好 今天謝謝所有來賓的美食 謝謝 мел días Bobby 馬上그램 我們看到 他在結束了 實在答案 謝謝 一點兒